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您挑的也太红了吧 这是好的吗 这是好的 就是这个你说那个男嘛 那是小肚男的 对 这个我这个今天选嘛 是又往里了一点 靠着肋骨那一块 哦 肋骨 靠肋骨那块 那个肋骨骨的肉香嘛 对 靠骨头肉香 就是有人说那个它里面有活动的肉是最好吃的部位 红的代表着它里面有淤血吧 牛肉吧本身都是颜色比较深一点 叫红肉嘛 为什么有的那个牛奶买过的它不是这么红呢 那是泡水了 它泡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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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泡水的目的是增加这个肉的这个重量 哦 明白 把这个牛奶先飞水 飞水 这是你这个水还不是很沸腾的时候就把牛肉下进去 对 这个煮东西吧 特别是牛奶带血多的吧 你这个水温一开的时候 液了把它给激 激住了 对 说是你也用温水把它放进下锅 下进去把它再慢慢沸腾出 把那血的往外跑出来 没错 就一点点煮一点点那个淤血就随着水温的升高释放出来了 这个牛奶啊 刚才我说有筋 有肥 有瘦肉 我们知道这个筋有筋的营养 瘦肉瘦肉的营养 肥肉肥肉它的自己的特点 是不是代表牛奶就是牛身上很有营养的一个部位 对 三合一的营养 三合一 这是很多我们说喜欢吃牛肉当中最重要的部位 如果你比如说生煎也不太喜欢吃 西餐也不是太喜欢吃 牛奶就是老百姓都爱吃的 对 它有口感 有嚼头 因为它太适合炖煮了 越炖越有味道 再加上西红柿 然后又把这个肉啊还不老 还嫩着 太棒了 其实我们这道牛奶啊 可能说我们吃一个牛的里脊啊 西方人会比较擅长 或者说T字谷桌边那些 西方人会擅长 其实这个牛奶是东方西方都喜欢的一个部位 对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的 一定要加西红柿 西红柿而且量多一点 给它包成一个汤啊 汤汤水水的 它加几块肉 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番茄红素 西红柿当中的番茄红素啊 它就有帮助于我们皮肤啊 刚才我们上一道菜 其实就是 胶原蛋白的那个猪手 再加上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反应 消化 吸收 然后它利用到皮肤当中的胶原蛋白 这个利用率就会算高一些 所以它当时还是有讲究的 但是一定给它溅了油 一定要搭配脂肪 牛奶是最佳选择之一 那生吃呢 生吃我们就没有营养了吗 西红柿当然也有营养了 VC啊 生吃者维生素C 但是番茄红素基本吸收就是太难了 所以生吃有生吃的好处 熟做有熟做的妙处 你就要结合你自己到底想获什么样的营养素 要想获VC 生吃去吧 要想获取番茄红素更好的吸收 你就熟做 你可以一顿饭 一个西红柿有一半丢进去炖 有一半去凉拌 这样又有VC 又有番茄红素 好不好 OK 这边我们这是简单焯水过程 对对 焯火水这是要冲吗 冲一下 嗯 这个牛腩呢 我们焯好水之后还要再流水去冲它 对 因为那个这个牛的里边血比较多嘛 那个血沫比较多 所以用水把它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这样子比较干净 对 我就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对牛腩好吃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可以切很大的块 在外面买的那个西红柿牛腩啊 它都是那种很薄的片 对 是不是 所以自己吃会比较实在 这边我们的西红柿 大家看到 一个西红柿呢 想炖菜是炖出最好的口感 你要做前期的处理 对 你要干嘛 第一 我把这个西红柿包装去皮的 去皮 去皮 把这个改冻 改个湿的冻 浅浅的 把它放在这个热水里边 去烫它 烫它 烫它 烫一下 我们大家炖西红柿都会有这个经历 特别讨厌看到汤上面飘着几个西红柿的皮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把它皮去了 再就是现在这个青菜打药的也比较多 农药材料的 对 是不是 你把皮疙瘩一对这个健康这方面呢 也是说很有好处的 好处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好 这是烫过的 对 一片很轻松 我再搭剥一片 来 看好清楚我们 剥的干干净净 就这么简单 这就剥掉了 是不是 哎 非常的轻松 大嘴一手 真巧呀 我们的西红柿炖牛腩里面又搭配一些土豆 所以说土豆提前也是切好大块 对 切大块 刘畅发现一个问题 我发现其实在 比如说像您 在如果我去您的酒店里面吃您做的菜 跟我在家里面做的菜有的时候差别真的很大 比如我就说西红柿这个事情吧 对 我发现就是在酒店里面做 你们做那个西红柿特别有味儿 对 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做西红柿 其实汁一下就收不好的 之后它就 就是很寡淡的西红柿味 但酒店里面那个又酸又甜 然后喝到嘴巴也没有厚实 你有方法能让那个西红柿很有味道吗 这个吧 很简单 你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吧 我们在家里做吧 可能把这个湿垫 把它给省略了 就制作这个程序给省略了 我们在酒店吧 做的西红柿 我一会儿做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 好 有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的 对对对 我们就看看今天就这 我们也学一学 酒店后厨里面的西红柿烹调的秘密是什么 好吧 我现在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感受 没错 好备好料 所有的配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上炉灶 看看这西红柿怎么发挥它最大的酸甜口 我们要先加料头去扁香 对 这个先放下去 姜和葱 因为这牛奶是生的吧 我们要先炖牛奶 这个香料不要放太多 要不然把这个牛奶味和番茄味全给遮了 放两个八角就可以了 几片香叶 这个丁香所以放的时候不要放太多了 好 放了两三个就可以了 因为丁香放多了吧 它这个味又被掩盖住了 又被盖住了 这个香料是有讲究的 对 是不是 两粒 那个完整的八角 一小片桂皮 两三片香叶 对 怎么然就少一 三两颗丁香就够了 好 先炒牛奶 对 放点酱油 少放一点 不要多了 直接这时候就加水 我们的西红柿不需要炒吗 先炖牛奶 哦 就是单独加工 对 两边啊 一个我们要单独的加工西红柿的 对 因为这个牛奶嘛 嗯 它是生的 需要炖那个 也需要炖一个多小时的 一个多小时 对 所以需要很久的 好在 我们这边呢 未给大家节省时间 而且养不吃的时间过得总是很快 好 现在 一个小时 这小时最后的牛奶就是这个样子了 嗯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直接看看这做好的牛奶 怎么和西红柿配在一起 这个碗要加少许这个油都可以了 嗯 一点点 这有一会吧 我们要用用到这一点 这是什么 黄油 对 这个方法加进去是什么 是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味道吧 更丰富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西红柿想发生它最好的味 跟这个加黄油有关系 对 这是厨师 厨师做西红柿 让它入味的法宝 就是它 打开看看 大家看看 刚才已经露馅了 黄油了 黄油加进去 这不是西方人常用的东西 对吧 西方人做意大利面条 他们做西红柿味的 就都会加黄油 很香 他们有些人跟我讲说 他们会加那个西红柿酱 就是番茄酱 加番茄酱吧 它是为了这个色子好看 不关键我今天不加番茄酱 把这个给烤出来这个 也能炒出来很好 对 炒出来这个色子 黄油加花生油 一起来爆香 嗯 把去的皮的西红柿丢进去 来回的炒 嗯 这是很大的火力 您现在 嗯 这个我们在家里用的道把都开大火就可以了 嗯 怎么才能炒的很红呢 把那个西红柿把它全部都炒软烂它 嗯 这要炒很久吧 这个不需要在家里有两分钟就可以了 一直在这样动它 然后一直炒 对 这样子炒就能把它 要不要添水啊 不需要 对要不要添水 嗯 把它炒辣火以后再看 哦 现在就是等于是让它变浓 变得很有味的一个方法 酸甜湿口的那个 嗯 可是这样子我们反复的炒它那个番茄红素之类的 它也就是这样子就释放出来了 对这个番茄红素就出来了 嗯 因为这个番茄红素它不怕热 嗯 你怎么给它炒炒时间半个小时它也没问题 还保持到这样 嗯 你看这个颜色哎 哇 现在我哎我能闻到一些意大利面条的味道 对就是这个黄油的味道 黄油的味道 黄油加西红柿的味道很好 放了这个土豆 OK 这时候我们要丢牛腩了 是不是方便牛腩 牛腩是刚才我们算是酱卤过的 直接丢进去吗 对放进去 全部 好 好 这时候我们需要加水吗 现在再炒一炒 再炒一会儿 对 让它那个浓浓的汁全都释放到牛腩的肉的纤维之间 对 这炖着我们那个汤是浓浓的 对 就是一会我们喝那个汤的时候 你会一挖勺子会感觉很厚的那种 对 加汤了 需要加微水 也就香 它这次的时候还没有没过整个的食材 因为我们这个牛腩是熟的 对 这个西红柿把它也炒烂了 这土豆呢 我们也都是提前把它涂水 把它煮一下子 所以说这个原材料 基本都是很熟的了 这样炖个再炖个三五分钟 再炖一小会儿就可以了 对 小火 牛腩炖好的 是不是来来来尝尝看 尝尝看 牛腩肉呢 嘴巴里面一入进去 不是很色 也不是很柴 就是很有弹性 好吃 酸酸的 有口感的 没错 对 我们这看了大厨啊 他这个西红柿没有加番茄酱 也没有加那个比如说什么西红柿罐头之类的 完全靠黄油 然后这样子炒它 对 很棒的 它既有那种让你吃完之后欲巴不能的感觉 又能达到那种养生的效果 对 这样的菜就是好菜 春夏秋冬皆可 没错 我是大嘴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咯 拜拜